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晴看世界 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到了短兵相接的这么一个状况 因为贺锦丽的副手已经出来了 就是华兹 但是为什么是华兹 而不是Shapiro呢 但是大家也要看到的 在这整个的关键当中 最新的民调出来 还有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 以及他们在经济方面 政策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今天讲这个之外 还要告诉大家的 这次的美国大选影响到日本 而日本方面传出来 岸田文雄可能要找接班人 他不要出来选 他推出来的是临方正吗 但是另一方面 安倍派有不同的看法 还有我们今天看到 国内真的是大爆炸 我要说的是 真的是金氏科家 柯文哲的太太 冒名来开小草咖啡厅 我不知道小草咖啡厅 能赚多少钱 但是他说这个冒名是别人 这个别人竟然是他的亲生儿子 还有其他很多公司都炸锅说 你报假账 你说我拿到五百万 拿到多少钱 根本没有 这个事情会闹大了 好 我们今天当然也要看一下 翁晓琳他的这个 来自黄明说的这么一个说法 我们在今天现场当中 请到的是淡大中国研究所 助理教授 洪耀南洪老师 大家好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 赖宜中赖教授 亚青好 大家好 以及台大政治系副教授 陈世民陈老师 亚青好 各位观众好 好 我们来关心 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大家都在看最后的PK是如何 你可以看到华兹接了副手 他会讲中文 但是他并不媚中 那我们今天呢 首先来告诉大家 在这里就是他为什么出现 他的优点在哪里 贺锦丽选他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会认为说贺锦丽选他 因为他没有侵略性 他可能不想来占这个总统的位置 但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 真正的原因在于说 可能Shapiro他们有其他的缺点之外 还有就是贺锦丽说 我很喜欢华兹讲话的感觉 好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一次出来了 所以他们的摇摆州的系列 就是这么一个主折 我们台湾讲叫做贺华配 那8月6号上午 贺锦丽竞选总部 公布了华兹加入的竞选口号 这是我们台湾时间 8月6号的晚上就知道了 那他说有你们的帮助贺锦丽已经准备去赢得选战 旁边我看到那个图 等一下会看到有募款 募款的钱 但我不了解为什么有一个47块 很奇怪 讲25块 然后500块 100块 然后一个47块 好来这里呢 贺锦丽说到他的优点 他邀请他 第一个 他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坚定支持 了解中西部文化 讲白一点就是要选票 所谓的蓝带 也就是铁兽区的那三州 他要拿下来 第二个他参加了美国国民兵 当了24年的兵 第三个他对于他们讲到的 同性联联盟的顾问 他做了 而且他签署了跨性别庇护的法案 这方面是民主党的一个概念 他接受 而且呢 在这里也讲到堕胎 他说呢通过了以州宪法来保护堕胎权 这也是民主党的一个动作 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 少数族裔受到了瞩目 因为明尼苏达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 他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做得也很好 那另一方面就是 他曾经是热衷狩猎的枪支拥护者 我们知道共和党比较是拥枪的 民主党比较不是 但是呢他本来是拥护者 后来呢他在2017年 Las Vegas的枪击案之后 他转变为支持严格 枪控的政治家 但尽管如此 我们知道的 像是全国步枪协会 仍然是支持他 所以看到这个 有点像邻居老伯伯的味道 但是不要忘记 他跟贺锦丽两个都是60岁 那我想问一下赖老师 在这里大家知道 就是华兹出来了 你觉得华兹对于贺锦丽来讲 是不是一个good choice 还是像川普说的 Thank you very much 你选择一个不是那么竞争力强大的人 我觉得这是贺锦丽 他的那个选择 特别是他选华兹 而不是像贺锦丽以及凯莉 想象这两个 那个就是贺锦丽凯莉 是一般 如果说是选举的测试 会建议贺锦丽的选择 OK 因为他们这两个人 比较能吸收到共和党 比较温和派的那些人 但是贺锦丽很明显 他不是选他们 而选择华兹 那华兹他又讲他理由说 因为我喜欢他讲话的样子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说 随着贺锦丽他本身被提 被公开支持 然后在那个民主党里面开始 大家开始涌过来支持他 那那个也让那民主党的声势 因为从一改先前的 这个韦尼的气氛 现在整个起来了 整个爆发起来 所以这也让那贺锦丽 他的发言权现在变高了 没错 如果说是那贺锦丽 在以前的话 我觉得是人家 放一个副总统人员给他 不会是他自己来选择 那现在很明显的来看 是贺锦丽他自己在选 那当然他选华兹 我觉得他那个 从他所讲的 他也是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他觉得 他想要去处理 有关于铁锈州的问题 然后同时他就看到 那J.D. Vance 就是川普的副手 他就特别挑了一个 也是一样 香巴老的白人 然后家里也是没有钱 那华兹他甚至 他到了高中毕业 他透过去当兵 然后那个之后 再拿退伍军人的那些福利 才有办法去念大学 而且念的还是一个 很普通的学校 甚至连明尼说 州立大学都不是 他是一个非常普通 不能再普通的一个学院 但是还华兹 还是24年的国民兵 他最后当做什么 他当做士官长 他不是军官 这很重要 他不是军官 他是士官长 因为在美国来讲 他军队的文化是说 军人他在那个带领 他当然是进行领导 可是士官长 是身先士卒 在跟着那个 驱策每个人在往前走 那他跟大家吃那个 一起睡大通铺 对 吃大锅饭 睡大通铺 跟大家一起 然后在那个进行 drill的时候 他要求人家 他自己一定都做得到 所以大家对这个士官长 那整个部队里面 超级骨干 然后对他 实际上包括军官 甚至将军 都非常尊敬这些人 但是士官长又跟 因为大家跟每个人 都在一起 所以大家觉得 他就是我旁边的一个保镖 或者是 就是有这种感觉 他那个 就是华兹这个人 他的这些经验 那等一下还会再讲到 他是football coach 因为他是在那高中 担任那个 橄榄球的教练 那在这种很小的小镇 可能那个一个人口 大概不会超过两三千人 这个镇里面 大多数的人 就是念完高中 就不会再去念大学了 然后高中是整个 那个镇里面 大家生活的重心 礼拜和晚上的那个 那个friday night light 的那个football 是每个人都跑过去 我家的子弟 然后我的那个子弟 跑去那个play football 那是被这个人在coach 这个人不仅是 他在教那个足球 他还是我小的 人生导师 这是这种样的一个人 是完完全全 跟JD Vance不一样 我觉得老师 这样讲得很好 因为你知道在这里 那很多人会问说 如果说都是来自于 中西部 如果都是说来自于 家庭的background 不是那么有钱的 但是他跟JD Vance 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第一个 我观察到的 他不一样 就在于说 我觉得JD Vance 他毕竟最后 他是想办法去念到了 Yale的法学博士 而且在几天之前 因为贺锦丽 跟这个华兹 他们要做这个 所谓的到地方 去做一些 摇摆州的活动的时候 做的这个空军二号 然后刚好呢 Vance JD Vance就在旁边 然后记者就问他 他就说 我就是来看一下 我就来看一下 我未来要坐的这个飞机 他也许是觉得 觉得是很幽默 但我看了以后 我第一个反应 就觉得说 蛤 你这个反应 让我觉得很不OK 因为他的态度 太过轻蔑 那我现在回到这里来讲说 很多人在比较这两位 这两位 其实为什么一开始 就是贺锦丽会觉得他不错 因为他在大会当中 还没有被提出来的时候 他讲到这个JD Vance 他说我觉得他很weird 很weird 这个weird的这个字 我们是非常口语的 会讲就是超怪的 超怪的 但是他直接讲了以后 所有的民主党都说 Yeah you're right 就是说他真的就是 these guys are creepy 让人家毛骨悚然 And yes just weird as hell 就weird像这个地域一样 然后大家讲说 你看他的这个T恤 是有荷叶边的 他穿得破的 就是边边是那种 他可以选所谓的副总统 他也可以洗车 他可以干嘛 然后他本身的家庭 让他觉得 OK this is just like American 美国人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有一句话 让我很感触 他说他爸爸癌症 19岁就过世 他说我不觉得我的妈妈 因为他就是靠了 这个政府养去当兵什么 我不觉得我爸爸过世 前一个礼拜的医药费 竟然要有妈妈 用12年去偿还 所以他说我不想求什么 我也不想做什么大事 我就是要帮这些 寿星家庭弄好 这个话听了以后 变得我觉得很奇 所以这个是他胜出的原因 那老师怎么看 基本上其实民主党 他也去做过调查 就是说在2008 2016年 有支持欧巴马 但是2016年 反过来支持川普的 就是这种所谓的 铁锈区摇摆州 里面有200个小镇 发生变化 OK 所以他们是要想要来 攻这个小镇的部分 那他跟杰蒂帆斯比较不一样 他就认为说杰蒂帆斯是把他们的卖产 然后他自己跃升的阶级 然后去替他们一脚 出书 然后自己出名 他用这种东西的回应他 那当然在美国副总统 他是备胎 备胎他当然不是险险隐人 他是政治的互补 就是总统候选人 他找一个互补性 就是说他是 贺锦丽是个精英 所以他找一个中西部的 他都是互补性的考量比较多 当然就是选票考量 任何的副手都很难让锦上添花 但不能有雪上加霜 OK 就是不能有雪上加霜 就是说你不能有变成负面的 所以你觉得他选起来 你觉得这次的选择是好的吗 因为我们知道川普选出了Vence之后 在这个民调里面 大家都觉得说不喜欢他 一般副手都在提名大会之后 就会比较下沉一点点 就是他的高峰点就是在提名大会 那我想他刚好被提名 所以这时候的议题跟聚焦 都在他身上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里 他有他的优点 他有他的缺点 缺点在哪里 包括我们说他疫情期间 逼大家戴口罩 还有当时的Florida事件 Florida事件我们记得吗 就是被这个勒紧 勒了九分钟不幸死亡 后来就出现了有一些 这个国民兵去镇压的部分 有人说他镇压不行 有人说你镇压太慢 但是我刚刚看到这个数字 这个出来 当然这个数字当中 我们等一下会看摇摆周 但在这个数字里面 是等于他在选了之后的 这个数字之后 42对上37 也就是贺锦丽暴冲 等于赢了5% 但我必须讲 在另外有个数字当中 是川普 拉穆森的这个报导当中 8月7号的川普是赢5% 所以现在的情形 我想问一下陈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我个人觉得贺锦丽起来以后 他基本上他对于年轻选票 女性的选票 还有非裔的选票 拉丁裔的选票 他其实都有相当的 非裔好像有70%会投给他 对 跟拜登那个时候 因为拜登那个时候 你看他第一次辩论的时候 记者特别问非洲人的 非裔问题 黑人的选民问题 因为很明显 黑人因为通货膨胀 所以因此可能转向 不再支持民主党 对 但这一次贺锦丽上台以后 因为贺锦丽本身的背景 会议的选票回来了 对 然后拉丁裔也回来了 对 那这个其实就可以 我相信就拉相当多的 一个比例的选票 所以我个人觉得 是为什么说贺锦丽 他民调能够上升 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看一下摇摆州 看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 因为主要就是呢 沃尔茨他可以拿到 所谓的这个蓝带 蓝墙 就是我们讲铁锈区的这几个州 包括了密西根 宾州 还有就是威斯康森 你可以看到在密西根 这个部分 这是根据 The Telegraph 就是他们做的一个 7月3号 31号到8月3号的民调 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你觉得这个民调还算 初步了 初步出来 不我个人觉得 华之对贺锦丽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刚刚谈那么多华之 华之还有一个特点 他从2006开始选举来 他没有输过 对 他2006第一次选的时候 他是在那一个 已经有六年任的 一个共和党的选区 然后他打败了共和党的 六年任的议员 然后之后 你看2016年 川普当选总统 在他的选区 川普赢了百分之十五的选票 但是他还是连任成功 然后之后当选州长 那基本上他到目前 他还没有败选过 我个人觉得 你听他在那个 比如说宾州造势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他是有相当的一个政治魅力 他讲的话 简单讲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他很亲民 他是可以讲出一些 让那一些可能大学以下学历的人 很容易就可以听人懂 而且愿意支持他的 因为基本上 对于民主党而言 在目前很明显的 在大学以下的选民 是比较倾向川普的 对白人而言 但是华智他本身的一些言语 他可以用很简单 很简单的逻辑 比如说你很奇怪 我觉得你川普 这个饭吃都很奇怪 用这种很简单的逻辑 你这么远的这样子 对 让大家能够很简单的听懂 到底是问题在哪里 然后愿意说去接受他的观点 那这是为什么说 其实你看两礼拜前 没有人会想到华智这个人 会当副手 但是现在大家要不要看看 他也有一些 比较负面的消息出来 比如说就被挖出来 29年前 他还在那老师的时候 有过酒驾 酒驾当时 他本来要辞职 后来大家就要建议 他不用辞职 他当时是高出大概1.6倍 然后他被发现说 他的听力有问题 他说因为当兵的时候 炮声浓浓 所以他听力有问题 但是这些会影响到他吗 甚至我讲之前的 弗洛伊德的这个事件 这些会影响到他吗 赖老师 我觉得那个 后面这弗洛伊德的事件 应该是共和党 他会要全力要去打 因为那个弗洛伊德事件 在当时2020年 是导致当时的那个BLM 他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线 然后他 而且他变成那个全美国 到处在燃烧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当时那BLM 一方面他对共和党来讲 那是一个痛 但是同样的 他那个也用这种方式 来告诉大家 这个BLM 你讲BLM就是Black Lives Matter 对不对 黑人的命也是命 黑命贵运动 对了 黑命贵运动 那那个在当时 现在把这东西做连结 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你这个民主党的州长 是你在你统治之下出现的问题 然后你现在要共和党 来给你背锅 这是莫名其妙 我觉得共和党 现在一定会拿这个东西再处理 但是至于说 29年前的酒驾等等 然后看到现在 29年前的那个照片 然后再把华芝 现在的那个 刚才很可爱的那张照片 当兵人那张吗 不是 不是 就是现在60岁一个 一个这个吧 你要讲的是这个吗 洗车的 你要讲洗车的 那个照片 那两个加起来 那两个对比起来 大家就不会对华芝 就是说一个29年前 谁不会犯错 然后那个 然后现在来讲 你看这个 很和安可心的老 老阿公在那个地方 然后讲话 不要讲老阿公 60岁也不是 你还年轻 但是 但是人家 但是真的他看起来 感觉就是 就是有点像 那肯德基叔叔 肯德基 对 所以说 我们讲说 那个像华芝 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你真的要去攻他 你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说在那个 George Floyd 这个案件 一定会变成共和党 他要去锁定 他的一个重点的目标 对 我们广告之后 要看到 大家就是 我看到台湾的媒体 有人就说呢 他会讲中文 然后呢 他对中国比较友善 但是我觉得 这不能这样讲 因为你知道 从他的background 他对六四冲击很大 然后他说 大家不要忘记六四 然后他也支持西藏 他也支持新疆 他也支持香港 我们进广告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Taiwan doesn't give us anything, it's wrong and absurd. Taiwan not only purchases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arm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develops its own weapons, including fighter jets and submarines. We can see over here from the photo that Taiwan's indigenous submarine, Haikun, was launched on September 28th last year, and the ceremony was held by then-President Tsai. 欢迎回到雅琴看世界,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是说华兹上来之后, 他跟贺锦丽之间的搭档, 那他本身对于这个两岸的关系态度是什么, 其实很巧哦, 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台湾有传教, 而且有教英文, 同样的他后来也到了中国去教英文, 他去中国的那个时候是什么,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这个事情对他的冲击很大, 但是这个事情冲击很大之后, 他自己的论述是这样子, 看得出来他对中国的人权很有意见, 但是看得出来他对中国的人民似乎有感情,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呢, 可以看到就是在这里啊, 就是说美国的驻北京联络处之前的主任老布希, 他以来可以说呢, 大家说老布希那个时候, 他算是有中国生活经验, 现在大家说, 就是华兹有生活经验, 他1989到1990年在中国教书, 是在广东佛山的一个学校里面教英文, 他后来就说请大家不要忘记六四事件, 他甚至选在六四的时候去结婚, 表示说大家要记得这一天, 然后呢, 他另一方面又创立了一个好像是教育旅行公司, 就带领一些美国高中生到中国去旅行, 他跟妻子的蜜月也是选在中国进行, 那我想问一下洪老师怎么看,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啊, 就是一个华兹的这个部分, 他当时是在佛山的一个学校当中来任教, 这个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影响吧, 当然就是他的经验嘛, 他就是他, 其实他的过去在中国的经验, 让他也保受好评,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很资中, 但资中跟反对反不反共产党, 我觉得是两件事情, 就是说不管是谁当选, 整个反中友台这个架构不会改变嘛, 就跟邓小平说的嘛, 不管你现在哪一个人产生之后, 两个都是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 最后都是对中国来讲都是白猫嘛, 对你看他有见达赖喇嘛, 他有见黄之锋, 尤其他非常在意的, 就是说香港的部分, 他非常support香港, 所以他对于中国的不管是人权制度, 这只是民主党的一个价值, 跟川普不一样, 川普只是要的是贸易, 要钱, 要钱而已嘛, 他两个不大一样, 川普不会管你的统治方式是什么, 但是你不能从美国赚钱嘛, 让美国再次伟大, 但他们是会从人权方面, 从制度甚至于整个盟友方面去做结盟, 所以我觉得反中这个架构基本上不会变, 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感觉起来我们看到了, 以贺锦丽跟这个川普来比较的话, 贺锦丽也是比较在乎所谓的人权, 所谓的法律, 比如说呢, 人权啦, 网路窃盗啊, 或者芬太尼毒品的问题, 那川普在乎的就是关税,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组合之下, 我们能够说, 就像是这个JD Vance, 他就讲说, 哎, 你华兹上来以后, 我跟你讲, 他一定让这个中国抢救我们的工作了, 他觉得是这样子的, 所以会不会这样子, 就是说, 华兹他在意的是中国的人权, 但是他会不会就不反对, 所谓的中国人来美国, take over他们的工作, 或者是产品的问题, 你怎么看, 陈老师, 我相信啊, 华兹或贺锦丽, 他们其实两位都说过, 他们是反对跟中国经济脱钩, 他们支持去风险法, 对中国去风险法, 那他们反对脱钩, 对,反对脱钩, 可是习近平很明显的准备, 就是说, 你川普当选, 就会跟美国跟中国会脱钩, 其实你会有这种担忧, 他会有这种担忧, 是一个担忧, 因为毕竟, 范斯自己也讲过嘛, 如果今天中国还是不照, 这个国际法贸易的一个规范的话, 我们一定要跟中国脱钩, 范斯讲话会非常重, 所以的确川普如果上任, 美国经济跟中国的冲突, 有可能会比较大, 但是对于这个贺锦丽而言, 他应该还是延续拜登的政策, 也就是只是寻求去风险法, 但不自己会想要去脱钩, 但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本身, 就像刚刚洪老师说的, 其实对于川普或范斯而言, 他要的其实就是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经贸的利益, 那经贸利益, 如果说今天中国愿意让步呢, 愿意给美国这些经贸利益呢, 那是否会愿意, 牺牲我们台湾来换取这些利益, 你想要牺牲台湾呢, 我就想到, 就是说讲到那个贺锦丽, 她曾经讲过, 她说呢, 支持台湾自卫, 她曾经说过, 那赖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 就是说他们未来这两组的人马过去的话, 在PK之下, 他们对于所谓支持台湾自卫, 或者是说川普讲过要台湾付保护费, 就是说他们两位是不同的态度吗? 我想就是说现在那个, 主要是贺锦丽她是副总统, 所以她对台湾的议题, 她讲的比较没有那么多,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 既然拜登政府已经有一个政策下来了, 她要做的就是延续拜登政府, 在那基调之下来讲话, 那当然川普他对中国主要有两部分, 第一个他就是一直认为这关税要去处理, 然后关税很重要的武器, 第二个是他认为他在2020年选举, 被中国用这个新冠肺炎把他给弄掉, 所以那个愚恨未消, 到现在来着还是这个样子, 但是至于说对川普来讲, 要跟中国要做什么样的竞争, 要跟他的地缘战略对抗到什么程度, 川普自己可能对那不是那种兴趣,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那个贺锦丽, 那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会是华智这个人, 因为华智在相对来讲, 他算是相当于贺锦丽, 他有更多经验, 那贺锦丽他有中文名, 就表示说他跟中国之间, 可能有更多是经贸上面之业的关系, 但是华智他主要是他人生活在那边, 然后他自己本身对于那个人权价值上面, 又有一个相当的坚持, 然后华智最有趣, 华智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钱, 所以他跟中国之间也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往来, 没有什么利益交换相关的部分是没有的, 对, 那但是就是说, 现在问题在于那个华智, 他的那对中国所有的这个关切, 或者是那个思考, 都是在人权的这个部分, 然后他可能会想要保护美国的劳工, 但是他不会说禁止中国人进来, 但是我会鼓励中国合法的移民, 然后那个公平竞争, 但是他不会讲说禁止中国人进来, 可是在地缘战略上面的议题上面, 几乎没有看到他有做过什么发言, 而且甚至很有可能, 就是说传统的自由派, 对于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地缘战略上的竞争关系, 对这部分处理, 他们先天上采取的不是那么认同的态度, 因为对他来讲说, 那个大家和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好, 你讲的传统的自由派, 你讲的是民主党吗? 对, 民主党, 特别是因为像这个, 除非说你直接有进到外交领域里面, 然后会特别注意到外交的议题, 不然的话一般来讲, 比较没有去特别在外交议题上面有任何琢磨的, 他们在对中国的那个态度上面, 所谓的地缘战略对抗, 这样一个思考是不会进到他们脑袋里面, 那华智就是很典型这样的人, 所以我看到他有一个地方, 他有接受访问的时候讲过说, 他觉得中国现在需要一个适合的领导人, 所以就说你适合的领导人是谁, 可能maybe就不是习近平, 我们广告就回来还要看到, 现在美国的经济,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这段时间, 所谓的血洗礼拜一的股市大崩盘, 现在如果说经济的状况, 真的是美国出现了衰退的话, 那是不是对于现在执政党比较不利啊, 过去的论述是这样, 那到底两组人马当选出来的话, 经济有什么影响,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雅琴看世界,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那经济的部分呢, 大家都知道如果经济变差的话, 对于现在执政党是比较不利的, 但现在这个经济, 他们要非常小心的来操作, 我们知道过去这段时间, 最重要的就是黑色星期一嘛, 那股市重挫的话, 到底谁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选情, 你可以看到川普, 他就在网路炮轰说, 拜登跟贺锦丽, 股市崩盘啊, 就业数据糟糕, 世界迈上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我们有史以上最无能的领导人, 就是他们, 但是在这里面呢, 他一切的都怪所谓的贺锦丽, 甚至上他也在这个social media当中说, 贺锦丽比狡猾拜登还糟, 市场绝对不会接受, 极左的疯子, 会毁掉旧金山跟加州, 他说这一切都是贺锦丽造成的崩盘, 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又回来, 但这个事情很复杂, 包括他们7月份的非农数字变差, 包括了中东的战役, 包括了我们讲到说日本方面可能利息突然的升值, 所以造成这整个的影响, 那洪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 其实本来就是经济不好会影响到执政党, 那整个崩盘当然因素很多, 其实不能说他的飞龙的经济不好, 其实是不如意气, 不如意气, 不如意气, 不是说不好, 那整个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 整个美国的政治都聚焦在那里, 议题都被贺锦丽所主导, 贺锦丽今天的民调能够上升, 其实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他就主导了整个议题, 过去都是拜登在主, 川普在主导议题, 对对对, 为什么会变成是贺锦丽拉回来呢, 因为过去在拜登要对决的时候, 反而议题都是让川普在主导, 而川普主导的时候都一直在批评, 那个拜登的年纪, 他的无能大概是, 所以贺锦丽一上来说, 现在谁是比较老, 他就直接讲, 所以他在主导议题有打到一定的效果, 包括副手的公布, 这一波一定会到整个提名, 那第二个议题就是说, 当川普他的议题主导没有掌握的时候, 他的发言是怎样, 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打贯很多绰号, 批评, 他的发言就是, 所以刚刚在批评整个股市不好, 是贺锦丽就是他的极端的发言, 第三个就是他的发言极端之后, 造成第三个现象, 他变成团结的民主党, 在跟分裂的共和党对抗, 那为什么共和党会分裂呢, 因为他也批评了很多他的州长, 就是他讲话极端之后, 有些人看不下去嘛, 他认为说, 你过去选州长是我帮忙的啊, 所以他变成这种现象, 变成恶性的循环, 所以他就会把很多外在经济不好, 这些都归咎于所谓的你的执政现象嘛,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 这个是有一个CNBC, 在8号公布了一个民调, 不过这个民调呢, 他公布是之前7月31号到8月4号做的, 也就是贺锦丽的副手, 华斯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经济的这个部分, 在谁的领导之下, 美国财务状况会更好, 在这里呢, 川普拿到48%, 贺锦丽46%, 也就是说这份民调认为说, 川普他执政的话会比较好, 但是2%的差距误差范围之内, 可是呢在这里, 也之前就非常多专家讲, 如果川普上来的话, 他反而会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啊, 你看通货膨胀的问题, 因为他要抬高关税, 他要限制移民嘛, 那你移民呢, 很多移民不能进来, 你的就业问题可能会有一些, 那些工作谁做呢, 而且他要让美元走弱, 要帮助美国出口, 这些是好的一个现象嘛, 我想这个现象就会, 即使大家就现在都是, 选举都讲口号嘛, 所以说讲口号, 讲那支持者听得, 觉得高兴的, 所以他当然讲一些, 属于他的支持者会认为说, 我们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就要工作机会要拿回来, 拿回来大家就有工作了, 有工作就有收入就增加了, 大概就是这个一个脉络的逻辑, 那我们看到贺锦丽跟华智, 华智讲的就很简单, 就是让空气变干净了, 水变干净了, 然后社区变安全了, 他都讲的都是很通俗的, 所以两个的选举语言会不大一样, 那反映的是他的支持者的群众, 那如果在这里我们讲到说, 他们要争的关键, 应该就是讲这个铁锈带, 就为什么华智出来, 他要hold住那个篮墙, 为什么JD Vance出来, 他要hold住那个中西部, 虽然说他在中西部的民调并不高, 那现在我们讲到的, 如果现在他们打的是一个所谓的选票, 给你一个支票, 说我要解决你铁锈带的就业问题, 我要各方面的问题, 这问题两位认为说, 接下来是不是真的会造成,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关键, 他会不会正为一个关键, 还是说两党讲的都差不多, 不见得能够有所影响, 我觉得攻击这部分, 那个会非常激烈, 特别是在铁锈州这边, 不过现在如果说我们看那个, 因为民主党随着这个贺锦丽, 他上来之后, 然后整个那个人气在大量汇集, 所以让民主党金主也都开始进来, 那这一次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民主党他的那个钱, 募款的那个钱, 现在他数量是比川普要多, 然后再看到就是, 他花在这个各广告上面, 以及各的媒体上面的这个花费, 民主党他包括说在这个社群媒体, 然后在这个其他的电视等等, 他的花费都超过川普, 甚至那个如果总, 加总来讲的话, 他的整个那媒体上花费川普的两倍,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那个, 到时候在铁锈州里面, 你反而会看到非常多民主党的各种的政治上面的这个广告, 然后川普他可能他的那个出现的比例, 大概就他的二分之一, 那你觉得这样子广告撒下去有用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看, 他怎么把广告上面所呈现的印象, 跟谁要能够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在这边, 华之对民主党就会变得很重要, 他就是要靠华之, 你在这个地方, 一天到晚在那边讲说, He's weird, 或者说, 然后那个, 我们不能够让这奇怪的人, 然后来关我们国家, 我们要干净的空气, 我们要干净的水, 我们要一个安全的社区, 他讲这些东西嘛, 那那个川普他可能他自己他会, 因为他认为他相对于贺锦丽来讲, 他有这个优势, 所以川普会自己会出来, 然后他会去攻击贺锦丽, 那同时那个华之这个地方, 主要会讲说, 他在这个mini-soda那边的问题, 那川普他特别会去强调, 他在经济上面, 因为的确, 就是说在川普执政的那四年的时候, 从2016到2020疫情前, 美国经济是不错的, 而且是川普他那边, 我给你打关税战打下去, 我经济照样不错, 怕什么, 有我川普在, 可是他打下去真的有经济不错吗, 他不是到最后双方都伤吗, 中美贸易战之下, 实际上如果说你看美国经济数字, 在那个疫情之前, 美国经济数字是好的, 但是疫情之后就糟了吗, 对,就在垮, 所以川普就讲说, 就是中国这个武汉肺炎, 就是China virus, 把我搞的那个, 让我选输掉了, 所以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选举策略里面, 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篮墙的这些, 就是说贺锦丽他想要巩固的这个篮墙, 一定是会拜托华兹那个地方, 又扮演比较大的角色, 那川普他相对来讲, 他看到现在这个问题, 他会自己要来出马, 他要把这个选战回归到, 这是总统, 两个总统之间的对决, 那可以看到就是说, 川普他原来他对于9月10号要变, 本来嗤之以鼻, 说拜登自己, 我都会把他变倒了, 我还不要再跟你这个老二在变, 现在要变了, 现在要变了, 对,他现在要, 而且他要三场, 那他要offer三场, 所以你为什么要offer三场, 很明显就是川普感觉到说, 气势弱了, 他就要出来变, 要不然我领先, 为什么要给你更多时间, 让你来追上我, 所以一定感觉自己现在不行, 我要拼命的要跟他能够同场来比较, 这里面讲到经济也是有点概念股的味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们就说, 你看川普他对这个石化能源管制松散, 所以大家说川普当选的话, 气候政策之下对石化军工跟金融内国有利, 那如果贺锦丽的话, 大家又说因为他积极要绿色价值, 所以就是不一样的结果, 股票是一件事, 但是陈老师怎么看, 他们接下来这场仗打下去如何, 我觉得9月10号辩论会非常关键, 因为其实贺锦丽跟华智, 他们很多政策其实还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那他可以透过这个辩论把它讲清楚, 那另一方面其实, 川普很多的一些言论, 他都是用一个很简单逻辑的民粹的语言, 他其实有很多的漏洞的, 那我个人相信, 贺锦丽他口才是很好的, 不会像拜登一样愣在那里, 不知道怎么回答, 第一次他可能真的是, 因为他自己年纪的问题, 那如果贺锦丽可以把他自己本身的政策理念讲清楚, 把目前的一个通膨, 或者经济未来走向的问题讲清楚, 那我个人认为他还是有机会, 可以打败这个川普的, 我们广告就会回来看到, 这一次美国大选, 我刚刚说影响到日本, 但是我觉得日本在怎么想, 你说岸田文雄九月, 他要找林芳正出来选, 首相吗? 他要换人吗? 有可能吗? 还是一个假动作,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要推, 小泉, 靳次郎,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晴看世界, 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邻国日本, 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岸田文雄的民调, 他事实上比上个次的调查, 已经增加了4%, 但是不够, 不够之下呢, 竟然现在传出来在9月, 也就是自民党的改选的过程当中, 他传出要找接班人, 什么叫接班人, 就是说你们觉得我岸田文雄不好, 对不对, 我岸田派, 我就来推一个人出来, 这个人曾经当过的, 就是他的外交部长, 他的外相的林芳正, 林芳正现在也有职务, 林芳正现在, 可以说呢, 在这里面算是他的这个重要的幕僚, 内阁官房长官,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一次的消息传出来, 就是岸田文雄, 在8月5号告诉幕僚, 他将在出访中亚之后的, 这个月中旬, 宣布是否要参加总裁的选举, 也就8月中旬要来宣布, 那他的动作很奇特, 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他跟自民党的民运会长, 麻生太郎先会谈, 麻生太郎是在几个, 没有解散的派系当中, 重要的麻生派, 也就是造王者Kimmaker, 他跟他见完以后, 第二个动作, 他就隔天, 传召了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来常谈, 然后呢, 就跟外界讲说, 我有意要让林芳正出来做接班人, 那林芳正对这个问题也很奇特, 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他说, 作为内阁官员, 我不想回答, 我深信, 首相将致力恢复对政府的信任, 实施经济政策跟外交政策,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知道呢, 菅义伟他另外也要推, 好, 小泉进次了, 但我现在先讲的就林芳正这个部分, 林芳正这个部分, 岸田的动作是以退为进, 是真的假的, 你知道林芳正的background, 我先讲林芳正的background, 你过去讲说, 他是对中国比较友好, 北中比较友好呢, 因为呢, 他是属于岸田派红池会嘛, 他曾经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 被视为是日本政坛里面的亲中派, 亲中派以外, 他有一个部分被日本的政坛的人说, 你对于台湾的副总统不礼貌, 因为2022年的时候, 外务大臣林芳正回答记者询问说, 台湾副总统到日本调宴安倍前首相的看法, 他竟然说, 你指出的人物如何如何, 所以呢, 自民党就说, 你这样讲话不礼貌吗, 是不是在亲事,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说他完全的亲中, 但是他对台湾似乎不是那么的友善, 但是我要问的洪老师, 真的会是他出来选吗? 我想以岸田现在的位阶就是说, 他如果没有胜选, 他一定要退, 就是说你要评估, 你选不赢你就要退嘛, 那他选赢的一个前提就是, 要很多组出来竞争, 就是说你在党员投票不过半, 你进入国会的时候, 他还可以用年中年产的方式来取得嘛, 那看起来如果非岸田派的整合成一组, 甚至可能剩下一组跟两组的情况之下, 那的对决, 如果第一轮就过了, 那他可能就没有机会, 他评估就不会参选, 以他目前的民调, 那他现在必须一开始就要评估啊, 对, 那因为整个改选是在9月20号左右, 那他在8月20号就要公告整个自民党总裁选举, 那这在整个他到出访, 这回来都很紧凑, 所以最近整个日本的政坛各个派系, 都密切的密集的在聚会, 在讨论人选嘛, 就是大概要怎么样, 加上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 现在大概整个情势, 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是慢慢觉得说, 应该要跳脱传统的思维, 要让更年轻的人出来选, 你刚刚讲到更年轻出来,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来斗来斗去的, 没有扯到立宪民主党那些, 都是自民党本身的问题, 那我们刚刚看到在这里, 因为上一次所谓政治现金, 这个所谓的参卷的问题, 那因为他们是希望10万块日币嘛, 但是岸田文雄说5万块日币嘛, 所以其他人就很不高兴, 说你把这个门槛压得这么低, 所以呢他当时就造成了一些, 他说你们要解散, 你们有一些这个弊案, 你们要解散, 解散里面包括了安倍派, 包括了二阶派, 还包括了岸田派, 可是其他人就很不爽, 不解散啊, 比如说茂木, 森山还有麻生派不解散, 麻生派本身就53席, 所以影响非常大, 但是现在我要讲的是安倍派94席, 岸田派43, 安倍派94席, 他里面就是菅义伟啊, 菅义伟他就说, 我们自己要推年轻的人, 就刚刚老师讲的一样, 他这个想要推的人, 他一方面是石破帽, 一方面是小泉镜次郎, 还有河野太郎, 现在是不是小泉镜次郎的呼声比较高, 如果用民间的民调, 当然石破帽比较高, 但是如果进入到国会的表决, 因为石破帽的人员上比较没那么好, 所以他就大概要过关就比较辛苦一点, 那小泉镜次郎是在民间的声望也高, 然后在过去因为他父亲的关系, 所以他在党内, 应该也可以吸引一批的支持者, 那整个派系的解散, 其实是台面上的解散, 实际上是用很多小组, 还是聚会的方式, 其实还在运作, 只是没有那种形式上, 感觉是解散, 他其实是还在日本的政治上, 还是以派系在运作为主要, 因为你才能够把头头沟通好, 就可以执行了, 那大家觉得现在他们有可能就是找这个小泉权一郎的儿子, 小泉镜次郎出来吗, 他够年轻, 现在的安倍的系统, 大概就是监制委, 监义委他大概现在收了算, 所以监义委大概在整个串联, 他是倾向这个部分, 对, 那现在就看就是麻生, 如果麻生整个跟他合作, 大概大致就底定了, 大概就是这个状况, 那石破茂当然现在他当然也要尽量的争取, 所以他最近也到台湾来做访问, 他应该是要积极的在国际事务上, 要有一些曝光跟有一些发言, 赖老师怎么看, 我想就是说, 以现在这个发展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说那个, 第一个就是林芳正如果真的是由岸田他推出来, 那那安倍派绝对会跟他干翻的, 为什么, 一定是, 因为那个林芳正他在派, 他在那地方上的利益, 基本上就是直接吃安倍他的老本家, 如果说你是林芳正, 不仅他出来选, 而且你现在让他当首相, 然后那个换句话, 他变成自民党的总裁, 他会进行, 以现在自民党总裁权力, 越来越大的一个状况, 他进行这个分配, 那那分配来讲, 那安倍, 那个现在从安倍他那个被刺杀, 然后他的这个哥哥, 那现在身体已经很不好, 然后小孩, 那个他们的小孩还不神气, 那如果说你在林芳正这样过来, 他们一辈子都不要出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安倍派那边绝对干翻, 那至于说, 像是菅义伟小权进次郎, 那小权进次郎当然有一个部分是因为, 这个小权也算是有他一定的知名度, 对, 然后也这几年也开始被大家认为提出, 是下个世代领导的这个人选,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安倍这个人他自己就是小权存一郎, 直接pass torch给那个安倍, 所以说对他来讲, 我那个, 虽然他自己被暗杀了嘛, 但是就是对那个小权来讲的话, 还是有一个提息的恩责存在, 那如果可以接受, 小权进次郎有点像是说, 好, 那个我也是报答这样一个恩情的那种感觉, 但是那当然是安倍加, 那安倍他派的其他人会不会这样再看,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觉得总体来讲, 就是以安倍派来说, 因为毕竟这个事情, 弄他们元气大伤, 然后很多重量级的这个议员, 本身民意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回损, 所以说用那小权进次郎, 用这种方式, 一方面回来巩固这个派系本身的向心力, 那同时也是, 某种程度也是警告临方正, 那那个或者是警告岸田, 你如果说真的要派他的话, 我们会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这种味道是有的, 那最后就是说, 那个麻生太郎本身的那个态度很重要, 那我觉得如果是安倍派内部那个有一个共识, 而且要推小权进次郎, 我觉得麻生派在这边, 他会去支持, 因为毕竟麻生他自己和那个, 就是岸田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 那如果他可以支持岸田来担任首相, 就个人来讲, 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如果说是要整个要能够派, 那个到这样的关系会连同到临方正, 我觉得那个麻生可能不一定会这样做, 没错, 而且事实上前一阵子记不记得, 就是麻生好像开始对于岸田文雄, 也有一些意见嘛, 那我们现在讲到这里, 就很明显的看到, 变成说在日本政坛, 在这次的首相要进行换人的选举的这个过程当中, 变成很重要的, 变成两大派伐之间的一个味道的问题, 就是一个是岸田, 一个是安倍, 但我们在这里还会面对到一个, 如果我们把镜头再把它拉大的话, 它会影响到的就是美日台的关系, 为什么这样讲,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们过去不是讲有个堤峰吗, 堤峰系统的飞弹, 堤峰系统的飞弹呢, 在这里其实它过去呢, 是在这个菲律宾旅宋岛这里, 现在传出来说可能要移, 要移到日本的西南诸岛, 那如果这样子一做的话, 对于中国来讲影响就很大, 不过现在呢, 这是一个大家看到的一个动作, 未来会怎么做, 另一方面也值得看到的, 日本经济新闻也说, 现在的日本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 就是说我们感觉到岸田的支持度不高, 但是呢, 现在它有一些变化, 开始复合了,比如说呢, 你说是所谓的这个解散, 解散以后他们还是见面呢, 比如说20名岸田派的议员, 就在东京赤板的众议员宿舍会议室, 来见面, 然后确认说, 我们要支持你来连任, 然后呢, 林芳正呢, 还有相关的这些单位, 都参加了这么一个会议, 所以感觉起来这些, 真的还能够放话说, 我要把那些飞弹系统, 提风系统, 从菲律宾移到西南诸岛, 还是说日本本身根本搞不定, 你根本就没办法去处理那些问题, 我想就像刚刚两位老师讲的, 麻生派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看麻生的态度, 麻生太郎他本身, 其实对台湾是非常支持, 他对台湾的安全是非常重视, 他很本来了解台湾安全, 对日本的重要性,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个人会觉得啦, 他对林芳正可能会有一些质疑, 那在这样背景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这样子的提风本身的一个, 飞弹系统本身的部署, 他其实对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他可以起到相当程度, 对于中共的一个嚇阻的作用, 不管说他本身, 他所可以发射的巡弋飞弹, 对地跟对海, 对军舰的巡弋飞弹, 还有他本身也可以发射, 标准六型的防空飞弹, 他一方面, 他可以去阻止中国本身, 对于美国军舰本身可能的攻击, 那另一方面, 中国如果真的发射飞弹来攻击美国军舰, 我也可以发射标准六型飞弹, 来把你给拦截下来, 那这个其实对于, 整个台海的和平稳定, 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稳定, 一个吓阻的对军舰, 那我个人相信, 对日本而言, 我相信他在未来, 他很明显的, 只要说今天中共继续加拿, 对我们台湾的一个安全威胁, 我相信日本绝对会对于整个, 这样一个堤峰本身的部署, 他会越加的一个重视的, 洪老师怎么看, 其实我蛮认同老师的讲话, 其实对台湾的安全是很重要, 但这个东西就是说, 这个提供飞弹, 不管是在菲律宾在日本, 其实他已经来到第一岛链, 其实就是很大的突破了, 移不移动, 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 对, 他已经是用演习的方式, 已经来到这边, 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不过我想问赖小师, 我们从这个事情再往外延伸, 就是中国的角色变得很重要, 应该换句话来讲, 以中国跟美国, 处理乌克兰的这个事情来说, 乌克兰这边就觉得, 如果今天当选的是川普的话, 他觉得他就没戏了, 因为美国就不会再支持乌克兰, 所以现在乌克兰就出现了, 他的外交部长呢, 也就是库列巴, 跑去见了王毅, 而且他邀请王毅, 赶快到乌克兰来访问, 为什么现在这么紧急, 你看这个战况也出现了变化, 这个呢, 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边界, 现在俄罗斯已经证实说, 乌克兰已经打到了, 他们境内的库斯克州, 所以在这里就是非常的不满, 你如何如何, 那从这点来看到, 我们当然呢, 就是会引起讨论, 除了一个尾巴战役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战役就是乌俄之战嘛, 赖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现在看到乌克兰的很多的作为, 应该就是说他担心川普上来, 然后有可能会那个直接跟俄罗斯, 就有什么样的协议, 然后越着乌克兰, 那乌克兰被逼上裁判桌, 他有这种担忧, 但会不会这个样子, 我觉得其实还不见得, 可是的确是那个川普, 还有他的共和党, 特别是MARGA的那批国会议员, 一直强调说, 美国不应该再支持乌克兰了, 不管说是美国认为乌克兰赢不了, 还是说他们认为, 欧洲应该要负担他应该要的责任, 但基本上意思就是说, 美国不愿意再继续支持下去, 那当然对乌克兰来讲, 他会非常非常担心, 那所以说现在感觉是, 他同时做两件事, 他除了跟那个邀请王毅, 我们要记得就是说, 其实那个乌克兰的外长, 他就在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前, 他才跟王毅在广州见面, 他现在又邀请王毅去乌克兰, 那除此以外就是, 他也有一个新的军事的公式, 新的军事的公式有点像说, 我趁这个机会赶快多占演地方, 然后以战逼合, 然后让那俄罗斯知道说, 你这样再打下去, 对你来讲你可能失去更多, 那趁我现在还有点气失的时候, 赶快来进行对我比较有利的和谈, 那在这个地方, 让中国也有办法去, 因为居病中和俄罗斯的关系比较接近, 所以说让中国有办法去来去讲, 就是说这个, 你要多一点筹码他才能讲, 对让那个俄罗斯愿意, 他来上到谈判桌, 那但是以那个中国, 他现在对俄罗斯的态度, 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会直接要介入,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最重要, 11月5号如果川普没有当选, 我觉得乌克兰的态度, 马上180会会转变, 对啊, 因为他民主党会秩序的支持他, 我们现在进广告回来, 要告诉大家, 国内的政坛真的大爆炸, 就是金氏科家, 我真的不知道, 接下来会怎么样的一个演变,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琴看世界, 我们说真的, 今天礼拜六情人节嘛, 昨天我不知道柯文哲, 跟他太太有没有吵架, 因为昨天啪啊, 整个大爆发, 就是柯家相关的事情, 包括柯文哲的儿子, 柯文哲的太太, 柯文哲的同学, 全部的公司出来, 而且全部扯到钱的部分, 我要讲说钱的部分啊, 我不知道柯文哲, 有没有去A什么民众党的钱, 但我觉得光是这个印象, 你账不清楚, 人家有跳出来, 包括时乐都说, 你民众党, 你给我的是一个假账, 你木科是一个假账,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在今天现场当中, 来请到的是, 民进党立委沈柏阳, 美金姐好, 大家好, 五党籍桃园市议员于北辰, 雅清好, 时代力量新竹市议员廖子齐, 雅清姐好, 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叶元芝, 雅清姐好, 大家好, 好,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 这个事情炸开来, 一个一个往下讲, 我先讲的是什么, 我先讲说, 怎么会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突然之间, 就在昨天发了一个文, 那发了一个文的理由是说, 昨天晚上我先生回来, 柯文哲的脸很臭, 脸很提顺顺, 然后我就讲说, 哎呀, 我原来是这样子啊, 我不知道, 你看, 他说, 昨天晚上看到先生铁青着一张脸回家, 我真的是一夜难眠啊, 彻夜写了这些, 就是找些公布, 跟大家来说抱歉, 我没有经商经验, 我思虑不周, 结果让党跟党员挨骂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说, 包括很多人都觉得说, 是不是你讲儿子, 成立那个智瑶公司, 不是哦, 儿子成立智瑶公司是一件事, 现在讲的是, 他讲的是, 陈佩琪说, 我出了十万块, 我成立一个小草咖啡厅, 但是这个小草咖啡厅, 我就是用别人的名字成立的, 因为我是公务人员嘛, 我还没有退休, 我不能拥有公司嘛, 然后那个别人, 别人一查说别人是谁, 别人就是你儿子啊, 就是你的儿子柯富瑶啊, 就是你儿子, 也就是智瑶公司的负责人啊, 那问题是, 你怎么会这样, 然后你只是一个入资十万, 他就说, 我怕到时候等我退休再弄, 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赶快来成立这个公司, 因为就是教大家喝咖啡, 等于是可以在这个咖啡厅干嘛干嘛, 然后他就说, 我这个公司已经注销了, 咖啡厅已经注销, 我到底在说什么, 怎么回事啊, 我是说, 陈佩琪你以为你是贬嫂吗, 你那么爱钱吗, 但你这个钱也太小了吧,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念到台大音学系的, 罗吉这么不清,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看这件po文的时候, 他有特别强调, 他有出资十万元, 然后呢, 有讲说, 他的原因是什么, 那通常来讲呢, 就是因为这其实跟前面的事情, 都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特别交代了金流, 又讲了原因, 那其实我觉得, 要嘛就是你把太多不好的证据披露出来, 要嘛就是其实在转移注意力,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最早的时候, 小新的案件被大家讨论的时候, 他也是马上说, 我借了多少, 然后帮忙还款, 然后给谁, 就是像这种事情讲出来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看也是觉得说, 他跟整件事情的关系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定调, 那定调到底是真实, 还是到底是虚假, 这我们不知道, 但我觉得说, 在整件事情里面, 因为现在太多案件了, 那我大概分析一下, 大概有几个关系, 一个就是民众党自己, 他这个政治现金, 然后会有柯文哲一家人, 然后会有公司, 然后还有监察院, 因为他们这些东西要报给监察院, 那第一个关系就是, 民众党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如果钱本来应该是民众党的, 那你这个绝对可能会有一些, 类似背信啊, 侵占等等的问题嘛, 那如果说你今天把这个钱, 拿出去给公司, 或者投资给谁, 这其实跟前面的案件很类似, 他们看起来都是很佛心的人, 就是我把钱投出去, 有没有, 我都是给他, 然后让他壮大等等之类的, 那这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你为什么会把钱, 以前我们在讲这个党库通国库嘛, 那这个感觉就是党库通私人嘛,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层关系, 那最后最麻烦的是, 因为他们要把这东西给监察院, 那你给监察院的资料, 如果有不实的话, 这边又会有伪造跟诈欺的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很复杂, 那他们现在在讲这件事情, 到底是要把, 故意先把这件事情动机, 我先讲清楚, 然后我把金流讲清楚, 那就是这个原因, 不是别的原因,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味道, 你刚刚讲的真的是一针见血,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 本来大家在查的是什么, 就是木可公关, 木可公关呢, 就是柯文哲的, 这个所谓的同学, 跟他有关系的那个叫李文忠嘛, 但是他说负责人是李文娟, 李文娟可能是他妹妹, 这个确定这是木可, 大家就来说, 你民众党的钱没有木可, 然后后来又爆出来的, 就是我们讲到尼奥公司, 尼奥公司, 然后呢, 好像是同样的信贷的那个老板, 又成立了一个叫石乐, 那石乐蹦出来是说, 你民众党给我说什么五百万, 我没有拿到这个案子, 我也没有拿到这个钱, 你民众党给我的发票是假发票, 你是报假账, 这个事情是礼拜五最大的一个事情, 可是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陈佩奇自己说, 他是因为是公务人员, 所以他不能够挂名负责人, 所以他就去开一个小草咖啡厅, 这小草咖啡厅就会出现了我们这个制谣公司, 这制谣公司呢, 其实挂的负责人, 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儿子, 也就是柯富瑶, 那这个部分呢, 他说的说法说, 要柯文哲要气就让他气了啦, 我跟我儿子去干嘛干嘛, 可是问题是柯文哲怎么可能不知道,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公司, 就跟他的基金会, 跟他的智库, 还有跟这个木可公司都在同一层楼,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对, 我觉得他这个一定是知情的,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他说又说是咖啡厅, 然后又说说跟资讯有关, 那这个就很像台湾传统的网咖啦, 而且说真的, 而且他发文很不精准耶, 发了以后又更新又更新又解释, 说是同一件事, 对, 那当然他们, 他故意把这个目的性讲成说, 他是为了要经营, 为了要请人来演讲等等之类的, 但我就觉得说, 他可能是在演示他本来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余款, 或者说政治现金, 对他们来讲其实是, 明明是可以使用的金钱, 那如果会计又要挡,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觉得后面就开始会有这些风风雨雨, 那请问别人怎么办, 我说比如说赖清德也选举嘛, 一般人就是按照法规, 到这个协会等等之类的, 对啊, 那他们不愿意嘛, 那不愿意这样子做了一个情形, 然后扯出这么多, 这个事情, 而且你这里有发文, 他发文也有讲到, 柯文哲一定知道, 为什么一定知道, 这是陈贝奇自己写的, 他说先生, 先生应该就柯文哲吧, 不会是别人, 先生一直认为2008年总统大选要成功, 就要结合基层明代, 能够一起来努力, 就开个咖啡站, 当成磕粉小草的聚集地, 我是9月27号退休, 他就把经营能力动到我身上, 是柯文哲, 那所以柯文哲自己叫他老婆去做这个咖啡店, 柯文哲叫他开的, 那为什么柯文哲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就是我叫你做, 你怎么做这么粗糙, 害我吐嘴, 那可是他也知道啊, 因为公司就挂在, 挂在四叉猫拍的那个地方, 同一栋台坡大楼里面, 怎么可能不知道, 新闻出来他就应该知道了, 这其实是他们老问题, 其实柯文哲讲话, 常常就是五分钟前跟五分钟后, 可能会自我矛盾, 就像是能源议题也是这样子, 他可能五分钟前在讲何能的坏话, 后面又说我永和, 然后就会说错乱感, 结果柯文哲跟陈佩琪又一直玩一样的话术, 现在就讲说, 因为做错事了嘛, 就先承认一下, 然后就讲说老公好像不知情, 但实际上明明他前面文章又写说, 前一篇文说知情, 后一篇文就不知情, 他们就不断的这样子玩, 然后因为其实大家现在有时候观众, 或者是受众的那个资讯来源太快, 所以一时间你可能真的也就忘记, 他前一篇文其实已经暗示了, 他先生是绝对知情的状况, 他们就这样不断的去洗更新资讯, 这样的自我的假消息传递,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他被人家发现说, 原来你儿子年纪轻轻, 不但开了一家制谣资讯公司之外, 你还有要去经营一个小草咖啡厅, 你也太厉害了, 所以他就跳出来讲说, 那小草咖啡厅是我, 这是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因为刚好, 为什么这么多事情都爆开, 是因为监察院在选后三个月, 把资料公布了, 公布以后其实被查账, 应该是查到了什么东西, 他先坦白从宽, 但是我这里要讲, 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说金氏柯家, 金氏柯家你看哦, 柯文哲的儿子, 我们有照片, 但我们不想用照片了, 就是柯富瑶, 柯富瑶他成立一个制谣资讯传媒, 他跟木可公司, 都在台坡大楼的二楼, 对不对, 两隔壁, 然后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他想要去搞一个小草咖啡厅, 然后柯文哲的高中同学, 李文中的妹妹, 他要去搞一个木可公关公司, 所以这个事情让人家觉得, 是一人得到鸡铁升天, 还是你们柯家就是掌握, 他是去吸民众党的血吗, 那那些小草的钱, 不是要给民众党吗, 怎么会变成是你们家的呢, 那个石乐, 石乐跟小草咖啡厅, 其实是两件事情, 我先讲一下石乐, 你要讲到石乐, 你要不要先讲这个小草咖啡厅, 小草咖啡厅, 先讲完, 小草咖啡厅大家会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为什么陈佩琪忽然要自爆, 因为他没讲也没人知道, 他自己承认说, 他借人家的人头去登机一家公司, 那个人家就是他儿子, 人家他儿子嘛, 我突然觉得以后, 我要跟我儿子讲说你是别人, 你不是人家, 他很讲别人, 我儿子是别人, 他这里讲啊, 他这里讲啊, 所以才会先用别人的名字, 开公司, 那别人是你儿子, 一般不会称儿子别人啊, 就会说儿子, 那不是欲盖弥彰吗, 你现在就被发现了, 所以陈佩琪在干嘛, 他里面是有提到, 为什么他要把那个公司撤销, 是因为柯文哲告诉陈佩琪说, 有人去告发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已经有被人家检举了, 我觉得第二个可能性是因为, 因为那个吃叉猫他有去揪出来嘛, 就是说那个制谣公司, 就登记他儿子名下那制谣公司, 其实跟民众党是在同一个地址, 是啊是啊, 那我觉得也许有可能是说, 他们有点不好意思, 觉得说不小心就, 把儿子又扯进来的, 也许儿子根本就没有在这一局里面, 但是害儿子被骂, 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妈妈啦, 就赶快就承认啦, 我儿子跟我儿子没关, 是我出钱用他的名字, 登记了一个小岔咖啡厅, 可能是这样子啊, 兔子心切啦,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反而就自爆就是有问题嘛, 因为如果这个钱是你出的, 你又用人家的名字, 那你这个就是一个人头公司, 我只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子琪, 就是说这个事情, 怎么会都刚好发人到他们家, 我就让我想到那个时候, 柯文哲不是他们在那个新竹的地, 不是说长出那个什么, 停车场的那个, 然后也是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说用谁的名字又干嘛, 又干嘛又干嘛, 我是说是有多缺钱啊, 是要用这种方式吗? 我自己觉得, 其实柯文哲跟民众党在这一阵子以来的, 纷纷老老都印证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其实有点那种党国不分, 然后就是, 党国家不分, 对, 都一切都不分, 然后会趁机去, 能污就污, 能用就用, 像那时候寄生国会嘛, 民众党整个党寄生在国会里面, 然后现在又到了说, 基金会就本来说, 我绝对不会成立基金会, 结果现在呢, 他成立一个基金会, 然后他太太有咖啡厅, 对咖啡厅, 然后他太太说我要寄生在里面, 其实这一切一切都显示出来, 他们其实都不断的在找时间钻缝, 为自己的家族, 为自身的利益来去做这个牟利,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正确, 而且一直踩在灰色, 甚至已经违法的这个程度了, 那我们也觉得说, 像是包括这一次, 小草咖啡厅, 我想说是有这么多咖啡要销吗, 对的确当时有讲到说, 他们有一笔账是咖啡, 270万, 然后说你如果卖给人家, 一杯咖啡是60块, 就违反那个30块嘛, 所以他们就说, 我不会自己喝吗, 他们就这样讲, 喝掉270万的咖啡, 跟木可买了270万咖啡, 后在小草咖啡厅打算要用掉吗, 就让人不惊怀疑说, 他们现在是在一直在想办法去, 把自己的这些钱, 做了乾坤大挪移, 然后同时利用佩琪的这个, 太太的身份去有点求同情, 因为他其实在这篇文章中, 是有一点点, 他平常印象是比较硬的, 但他在这一篇, 其实是用一种比较适落的态度, 就有点像普玛说的, 有一点点在想要转移焦点, 就是说我就是小白嘛,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这个事情突然在昨天礼拜五, 全部都爆发, 我觉得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说, 真的是贼心该拜, 第二个就是, 我必须要讲, 你有没有看到, 这么多的名嘴都在讲, 四叉猫, Grace, 康仁俊, 我只是说他们有出现在名字当中的, 你今天能够说是他们是侧翼吗, 绿的侧翼吗, 也不是啊, Grace说他不是绿的, 对, 那康仁俊也不是啊, 但他们就看到资料, 而且康仁俊这里就是讲说, 人家还跟他讲, 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 就是说, 我们除了他们看到这个小早咖啡厅, 我刚刚讲之前有一个尼奥, 对不对, 然后尼奥的那个负责人, 就是叫做戴力琳, 戴力琳一个女生, 然后戴力琳就被人家讲说, 是不是她是黄珊珊的闺蜜, 她很生气, 是要告的这个庇护, 结果呢, 现在爆出来的, 就得跟戴力琳有关, 一个是, 就是戴力琳他成立了尼奥, 还有一家叫石勒, 石勒这个地方, 他就说, 我没有收到500万, 我没有收到500万, 这里面说, 我没有收到500万, 然后500万这里呢, 石勒是500万, 然后后来又有人投诉给康仁俊说, 这里面包括了其他, 像是尼奥, 尼奥有两厂, 216万, 200万, 所以总共这个相关的企业是900多万, 我根本没收到, 所以在这里面, 是不是就是说, 你民众党是什么样的一个, 所谓的单据, 你们是不是爆假账, 我就要想这个爆假账的问题比较大, 扑马你怎么看, 这个是绿营的侧意爆的, 还是说你真的就糟糕了, 你数字全部都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般人看这个, 应该都会发现有问题, 但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不管什么背信, 诈旗, 什么之类的, 它都有一个伪造文书, 它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要买就要意图, 就是要故意的, 所以他们其实, 有可能在营造一个气氛, 就是说, 不是故意的, 我搞不清楚状况, 不是故意的, 可是为什么账目, 你看光是给这个, 一个是500万是失乐, 另外一个尼奥也是200多加200多, 这些都会出错, 这个都是监察院出来的, 就被抓包了, 而且这个就连结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看有那么多公司, 有些公司是真的拿到钱, 有些公司看起来就是我没有拿到, 所以显然它就是有一个金流, 从这边要到这些公司, 那有一些公司, 它为什么可以拿到钱, 它一定也是需要单据, 那这些单据拿来的, 搞不定是从别的公司去拿来使用,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金流非常不清楚的状况, 是因为有些钱你往这边流, 这个流有可能它有一个目的性, 但他们现在就故意用, 像刚刚讲的这个案例说, 我们这投资啊, 或者说我们只是用之前讲的授权金啊, 我有一个目的, 所以才不会发生这个状况, 但其他现在就很明显的, 有其他公司根本就没有拿到钱, 那如果这样没有拿到钱, 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假的报仗, 假的发票, 很严重吧, 我先这样讲, 如果说是选举政治现金的申报, 你漏报罚钱而已, 如果说你真的漏报, 有没有人有人被罚过, 真的漏了吗, 谁知道送了这个, 因为很多都是遇到钱, 那为什么刚好尼奥跟这个我们讲到的时乐, 这不是漏报, 按照柯文哲的状况, 这不是漏报, 这个是假, 这也叫假发票, 假发票, 假发票很重吧, 因为时乐说, 我没有做这个业务500万啊, 我也没收到这个钱啊, 没有做业务哪会, 没有做这个业务怎么会有钱收到, 但是你怎么报账啊, 那你的发票是谁的, 对, 你的发票是谁的,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的会计士也好, 或者柯文哲他们的竞选团队, 就是严谨团队要做一件事, 因为我们报完正正现金, 我会留副本, 我不可能全部都报给监察院, 我自己会留副本嘛, 万一出事, 监察院也会要求你留个副本, 那你的副本赶快拿出来, 给时乐看, 这不是你开的, 是谁开, 结束了, 其实他们要澄清真的很容易, 但他们现在却是没销没销, 这就是问题所在, 因为我们都选过局, 我们其实都被那个搞过, 因为其实你在选举末期, 你选完后你还要再去对每一笔之处, 然后也不能有错误, 其实这真的是蛮花费心力的事情, 他只给你三个月, 三个月那要报完, 那其实真的是要一笔一笔对, 然后真的是收据都要一个一个收好, 没收到你就只能认栽自己, 淘妖宝, 不可能像他们这样子, 这五百万, 假如他们真的是说, 内部有行政瑕疵, 五百万这个缺口, 其实真的是很超乎常理, 那代表说柯文哲, 他那个政治现金在申报的时候, 你乱申报嘛, 因为大家是从他的政治现金申报, 给监察院公开资料发现, 他有一笔五百万是给十二公司的, 那我们在做那个申报的时候, 你一定是有单据, 那根据那个单据, 输入那公司的名字项目嘛, 金额嘛, 那柯文哲如果说有申入这笔, 他一定会有他那个单据, 那现在怎么办, 他到时候会吃上官司吗, 就很奇怪, 就是你人家说没有收你的钱, 然后那怎么可能你会有他的发票, 那这两个一定有一个人说谎啊, 那所以如果说是十二公司, 讲的是对的话, 柯文哲你这个发票, 可能就很哪里来的啊, 哪里来的, 你到底是怎么转, 是不是转到你都已经忘记了, 就很怪啊, 那所以柯文哲这个政治现金的申报, 就是一直被人家找到很多问题嘛, 譬如说之前大家讨论比较热, 像木可公司也是一样啊, 就是说柯文哲付了政治现金, 付给木可公司一千三百万, 那个项目叫授权金, 但是授权金一般来说, 比如说像我有一个肖像板桥叶师傅, 好, 具体来讲, 我就是我如果授权给人家, 人家付钱给我钱啊, 怎么会我付给他钱呢, 然后柯文哲说, 对不起我们弄错了, 那个其实不叫授权金, 精准来讲叫做整理定权小物的保管费, 那你怎么会写错呢, 第一个为什么会写错, 第二个那也OK, 可是好, 那他帮我保管我的, 比如说板桥叶师傅的东西, 那他卖出去的, 钱最后要回到我的竞选金费啊, 让我来使用, 也没有, 那个最后卖出去的钱, 还是给木可公司, 所以什么钱都到了木可公司, 本来很多应该要给我的钱, 都到了木可公司, 就会感觉很奇怪, 你是不是好像刻意要把你的竞选金费, 一部分挪过去嘛, 因为太多很奇怪, 都从他的那个申报上面发现, 我就从这个事情看来, 我觉得柯文哲2028绝对没忘了, 绝对没忘, 因为老百姓觉得是什么, 第一个我不管你有没有A钱形象不好, 感觉好像有, 第二个就是脑筋不清楚, 报个账这样子, 第三个就算你柯文哲完全不知情, 你就是你的管理性很糟糕啊, 你完全没有控制到你的党里面的做情, 做了这样乱七八糟啊, 没有其实柯文哲在不管是20, 从2014年开始问基政治界, 他给人家的看法就是, 我很清廉, 不管怎么样, 清廉情政爱相助, 对,我不会贪污, 这下不是, 而且他还说我魔戒, 对不对, 我魔戒不要, 他现在我不要基金会, 你不当然要基金会, 你还要咖啡厅, 你什么都要, 倒茶吃了都也吃了, 对, 这是最可怕的, 就是这一次打破他的人设, 没错, 他唯一的价值被打破了, 因为他说, 至少我跟蓝绿不一样, 我不会贪污, 他贪得厉害, 而且贪得很笨, 现在是整个总统大选, 这么多年到现在, 他是唯一, 侯友宜也没事, 没有, 赖清德也没事, 前面选过总统的哪个有事, 只有他有事, 你不要说是我们检验他, 是你做得太粗糙, 因为你有看过哪一个总统大选, 那个厂商跳出来说, 没拿到钱, 那发票不是我开的, 那发票不是我开的, 或跳出来说, 还有一家立顶, 说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他说我没有拿到钱, 木可没有给我钱, 你知道他多长, 然后人家说木可说, 你乱讲, 这家立顶有多产你知道吗, 他应该就是典型的柯粉, 因为他的脸书怎么留言, 他说义无反顾, 变成义无所有, 这个超级讽刺, 超级讽刺, 因为他还有一个仓库里面, 还有好多KP的产品, 到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说, 一个最人, 虽然是有道义的做法, 就是你卖不出去, 我帮你吸收, 一个是吸收, 那如果不舍得吸收的话, 对不对, 柯P有那么多个造市场合, 你到现场来卖, 对对对, 他不准他来卖, 而且他完全不准也不理他, 他不准他来卖, 他说只有木可公司可以这样做, 其他的不能这样做, 那立顶怎么办, 我做了这么多KP, 我现在卖给谁, 现在还有人要买KP3吗, 还是要KP表吗, 所以我才说, 立顶跳菜就是说, 可是立顶现在还是在挺柯文哲, 他说这绝对是木可的问题, 这柯文哲, 阿伯一定不知道, 人家民众党发声明说要告他了, 他还在那边挺, 他说阿伯一定不知道, 这一定是木可的问题, 所以我才说, 这件事情立顶的事情, 会让很多小草被争一次, 原来是假的, 所以我说这是柯文哲最大的罩门, 还有一个问题, 他下个礼拜, 检调就要约谈了, 要约谈彭振生, 那彭振生一出来, 我们就讲到那个时候, 所谓的容积率, 变成840%的容积率的这个部分, 那现在彭振生可能会跳车, 而且在这里, 别人说, 黄国昌只是在那边讲说, 怎么媒体会先知道, 自由时报怎么知道,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 接下来柯文哲, 你觉得他的命运会如何, 对, 我觉得而且依照之前黄国昌的讲法, 这些都应该要调查, 是啊, 本来就要调查, 对, 如果这个没有暂时处分的话, 这个网咖调查委员会应该要准备出动, 对,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就是像柯文哲之前讲的, 我就算有土力, 我哪里是违法, 我明明就合法, 那因为土力退的要件, 本来就是要以违反特定的一些规则, 但都根本身就是一个规则, 所以如果在这一方面来讲, 如果到做按照监察院的讲法, 这一次他的整个容积率啊, 什么等等之类, 是本来就不符合规则的时候, 那你本身就有一个规范的违反嘛, 那你倒过来讲也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之前在辩论的时候, 一直说大法官有问题, 他们一直讲监察院有问题, 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他们想要把监察院的公信力整个打掉, 因为监察院就发现他们出包的内容, 大法官也发现他们出包的内容,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这半年之间, 不断的针对监察院, 因为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这下监察院出来真的是出包, 我们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讲视线的部分, 就像你刚刚讲到视线的部分,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前面这一段, 都是柯文哲被扑杀掉了, 下一段回来是黄国昌被扑杀, 因为黄国昌到第二次, again for the second time, 还是被洗脸啊,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知道马上要过来, 据说好像三个月之后就要来决定说, 这次立法院的职权的修理法令, 到底是所谓的扩权也好, 或者他们讲的所谓的这个改革也好, 那就要来进行这么一个宣判, 但是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这个大法官, 每次在讲到这个宪法法庭当中, 我都觉得很精彩, 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到, 你知道在直播的时候, 真的都是大家收看率非常的高, 而且我再怎么看都很高,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这次又是邮博祥, 邮博祥就打断了这个黄国昌, 打断了三次, 因为这里面重点就在于, 大家不是在讲这个程序有没有违线, 因为那时候不是说没有这个记名嘛, 然后大家就举手, 举手以后呢, 黄国昌就讲说直播也可以算啊, 大法官就一直讲说, 那你现在如果你表决, 大家在表决以后, 没有出现名字, 请问他们要怎么负责呢, 这个政治责任怎么负呢什么的, 然后黄国昌就不断的跳针, 甚至还说我回答你了, 因为他一直讲说你没有回答我, 我回答你了只是可能你不满意, 怎么看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回答问题, 为什么就是因为, 第一个, 当然直播不能取代异事录, 但即使是直播, 那个时候直播其实很多时候, 他会take, 譬如说韩国瑜站的位置, 然后他往后拉一点, 其实议场的后半段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有些人如果站在后面举手, 你不知道吗? 大家一堆人举手, 你知道谁是谁吗? 第一个包扯是谁, 然后第二个就是, 当下以那样的一个状况, 你也不知道到底谁赞成, 谁反对, 其实最主要就是, 其实你不知道, 到底有哪些人可能去上厕所, 他可能或者他举两次, 这个都是无法清点的, 那所以他第一个, 他当然是没有回答问题, 但我觉得这也是他的策略, 就是在整个诉讼策略上面, 其实他们都是以攻击大法官为主, 不然的话, 他不会在之前暂时处分, 第一页powerpoint就说, 大法官不要沦为这个民进党的打手, 然后或者说在这一次, 第一张powerpoint, 绿能你不能, 这个是一种政治性的语言, 他不是真正为了实质问题来讨论, 其实大法官问了很多实质的问题, 比如说标准要宽还是言, 责任政治要怎么付, 但这些实质问题都没有被他回答, 那你觉得他们这样的策略会成功吗, 我是说以黄国昌来讲, 我就是as an audience, 我看到那个直播, 我会觉得他蛮弱的, 因为大法官后来有讲说, 所以你认为, 他这里有讲说试字案, 按照这个宪法来讲的话, 就是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说, 你到底谁表决, 名字是怎么样, 那你觉得可以不用吗, 你的看法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翁晓玲就说, 不是不是, 我再补充一下, 另外律师要补充的时候, 黄国昌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等一下, 我觉得问题的层次要分清楚, 我现在就是来讲说, 这个部分我要怎么讲怎么讲, 就是有不同层次的问题, 所以他到底怎么个回答, 他可以直接回答说, 我到底有没有确认你名字, 立法委员的名字去投票, 是可以或不可以就好了, 他为什么不回答呢, 因为很难回答, 对他来讲很难回答, 我觉得他们为什么, 我说他们故意不准备这一遍, 是因为, 譬如说林史蒙是他们找的, 那林史蒙就是领80万的那一位律师, 他所讲的东西, 根本跟其他人, 还对不起来, 所以那时候大法官才问说, 林史蒙律师讲这个不真正义务, 黄国上委员好像赞成, 但叶倩委员好像不赞成, 你们能不能够先梳理一下, 就是他突然蹦出来, 就表示他们并没有对过, 那刚刚问有没有效, 哪里有效呢, 他对于宪法辩论这件事情, 完全无效, 但对于说服自己支持者还是有效,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让大家觉得, 大法官是绿的, 大法官都偏颇, 大法官都不给他们好好回答问题, 所以他先抹黑大法官, 先抹黑, 这就好像你全棋比赛打不赢, 就说对方是男的一样, 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策略就是, 我不打实质的内容, 你看他们的那个程序, 他们那个也包含翁晓年教出来的, 他们要不然就是打大法官, 要不然就打程序, 就说这个程序应该不应该受理, 这个程序有问题, 该送答没有送答, 因为一旦进入实质的讨论的时候, 他破绽太多了, 原汁你怎么说啊, 因为你是国民党的嘛, 我看到你对这个视线的相关的部分, 也有意见啊, 你怎么看, 没有我觉得游柏祥在跟黄国昌的对话的时候, 其实游柏祥也是一直跳点啊, 因为有跳点, 比如说一开始游柏祥在问黄国昌说, 那怎么就责, 黄国昌一直说, 其实通过直播或报道, 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家的立场, 就像现在我们有很多人要罢免我们, 所以因为我们支持国会改革, 他怎么知道, 就是当然就是透过直播或是这些, 他选区的人还是可以就责嘛, 他是这样的回答嘛, 然后后来游柏祥就跳到说, 那可是问题是你这样侵害到少数委员的权利, 因为少数委员名字没有在上面的话, 他如果反对他没办法释线, 那黄国昌就说, 如果没办法释线, 那我们现在在干嘛, 你现在不就受理了吗, 然后游柏祥就说, 所以你是支持我们受理了, 你之前不是反对我们受理吗, 那黄国昌才说, 没有每个层次不一样, 我们是反对你受理, 原因是因为通常以前的宪法法, 提到受理的话都是他的损害已经发生了, 才会受理, 可是现在其实是都还没开始的时候, 你就已经受理了, 但是既然你已经要受理了, 那当然我们就必须就你受理来讨论嘛, 对不对, 那你就是有受理, 所以代表说少数委员没有上市他们视线的权利, 然后后来又, 后来又再扯到什么, 就是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啦, 那最后, 最后当然游柏祥就说, 你都没有回答问题, 他就说, 其实我有回答啦, 所以我认为两个其实是, 不像像大家讲的一样说, 他应该被打脸啦, 因为游柏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你这个要不要保护少数的行李, 只能是抽象上, 以后如果都这个样子, 499号视线嘛, 就是以后如果都这个样子, 少数怎么会保护, 黄国商故意, 他不能回答, 他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他只好拉回来说, 可是在这个案子, 我们知道少数是谁, 但他其实没有回答到那一个抽象诚实的问题是, 如果以后都这个样子, 我们又不确定到底谁, 因为即使是民进党, 有时候是赞成, 有时候是反对, 那时候是不清楚的, 所以往后如果它变成是一个规则的话, 那该怎么办, 但黄国商拒绝回答这一个, 他用现在这个案例来回答, 然后就会变成, 他们讲的刚刚那一个无法对焦的东西, 这个宪法法庭看完之后, 我就有一个感想, 就是今天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提出了这个法案修订, 然后由民进党团, 还有行政院, 总统府, 监察院, 对他不满意, 所以攻防的应该是这两个部分吧, 是啊, 大法官是什么, 裁判, 裁判有权问你任何他不了解的事, 那你要回答, 你要回答, 那你怎么就像拳击赛一样, 我们两个打拳击, 普马是裁判, 然后一开始打以后对不对, 我不打你, 我猛去跟普马打, 他是裁判, 你打裁判干嘛, 你把裁判打趴了, 你也不会赢啊, 所以我才讲这个宪法卡庭, 攻防的对象错了, 那为什么他们要打大法官, 为什么不打对手, 因为他们要帮下一个阶段, 大法官要重新提名的时候, 他们要铺陈, 就说你看, 大法官不好好行同意权, 就会偏向执政党, 所以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想打赢, 这一场宪法的视线, 他们是想要铺陈下一次, 他们在立法院有一个点, 可以让他们来做这种正当性, 你看大法官要好好审, 否则的话, 都会产生像这种偏颇的大法官, 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不过我觉得李全合的表现是蛮不错的, 他又举林洋佩的例子, 他说如果是那个部长说, 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不对吗, 这样子算不算反质询, 所以非常的扣住时事, 所以感觉起来, 我觉得翁晓玲的表现也不OK, 翁晓玲根本在播接, 他还在讲很前面的程序, 他一直跳针在程序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次, 国民党民众党还有黄国昌, 他们的策略应该就两个, 一个是收集直播的素材, 就剪辑他素材, 所以他讲的话是, 让他有利于去剪辑影片, 举例来说黄昭元大法官的问题, 其实明明是很长一段, 他最后就只剪最后一小句, 然后再把他自己完整的, 有一种前部, 如果你在宪法法庭, 比例上不对的, 你在宪法法庭观看的时候, 你会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回, 但看到他的剪辑以后, 你就懂了, 他要这样剪, 为了让剪辑完整而讲这些话的, 然后另一个部分就是, 他就是故意挑大法官为对手, 因为他们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要让大法官失去, 就是一般民众的信赖, 那这件事情其实也会反映在地方上, 因为地方上其实很多民众, 他们会还是搞不太清楚, 为什么大家要反对滥权这件事情, 就国会滥权跟改革是不一样的, 但因为其实, 不然光凭改革, 所有人在场的在野两党, 没有人是反对改革的, 但是就是不能要, 就是用民民做滥权的事情, 把三权分立套在五权里面, 然后一直去这样讲, 然后就一直拿三权分立的东西, 像叶律师, 他就疯狂的讲三权分立的法, 调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有些民众就会说, 好像很有道理, 那我就在地方上要根本解释说, 你们还记得我们国父独创的, 五权宪法吗, 那就是这个两个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相对异的调查权, 就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去在沟通去解释, 那我自己觉得蛮感人的是, 这次宪法法庭, 真的是引起地方上, 包括一些阿公阿嬷的关注, 对对, 我自己就觉得还蛮意外, 因为以前就是我们可能自己, 在看试字或干嘛, 大学念法律系的, 然后就还蛮感动, 其实在这一次事件中, 我觉得台湾的民众, 有渐渐的意识到, 就是宪法法庭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其实法官的很多问题, 其实我觉得都是直接问到核心, 像是其实我自己觉得, 那个直播的回答非常的好, 就很精彩, 对, 其实在这里, 像这个在宪法法庭这个事件之后, 黄国昌自己有直播, 他就讲, 因为那个世自585号, 世自585号就是说, 其实他应该完整的讲, 就立法院有权去组一个调查委员会, 但是你必须核线, 不包括强制传唤, 也不包括具体嘛, 但是他讲这个事情, 因为就是两党都不愿意, 现在多了我们这80岁, 所以就愿意, 那我们就觉得说, 你干嘛不在大法官现场讲, 对, 你为什么不大方讲, 然后还有一点, 我也看到你讲了一个评论, 你说他们的败相已现, 而且他们说了一些谎话, 造谣了两个月, 到底造谣什么东西, 他们造谣真的还蛮多的, 举例, 我们发光这样, 譬如说他们这个, 我记得这一个吴宗宪, 他就有放这些什么涂黑的部分, 就说你看我们都要不到资料, 所以都是涂黑, 但其实都已经说了, 因为那是数位身份, 然后他就讲说那是专利的部分, 所以被涂黑, 那之前已经澄清过了, 那他就一定还要再, 他还要拿出来讲, 就他还是都要再讲一次, 然后还有像我们在程序里面, 到底有没有, 他们就说已经发言了一千多分钟, 但问题是在委员会就完全没有逐条讨论, 他们是把前面跟后面程序大体, 跟那个院会发言的时间全部加起来, 澄清过了, 但是也都没有用,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会一直持续不断的, 即使我们澄清了, 然后用造谣的方式, 面对自己的支持者, 然后告诉他讲说你看民进党有多可恶, 绿能你不能,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网路上其实也讲, 其实大法官有些问题其实非常明确, 他有些明确到根本就是直接等于在问你一加一等于多少, 但是他的回答就是, 民进党不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吗, 民进党以前也跟我讨论过一加一, 他就变成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讨论, 你要回答二,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那他不愿意就是因为他一旦回答到实质以后, 他其实前面的谎言就会全部被戳破,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会造成他们的困扰, 袁芝有评论吗,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讲绿能你不能呢, 因为如果说是讲程序, 讨论够不够的话, 实际上过去民进党在讨论很多法条的时候, 也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说会计法99之一, 或者是前瞻条例的时候, 那时候在有一次前瞻条例的讨论, 后来送到会被退回委员会再讨论一次, 然后也是立刻就是每一条就直接就送, 送朝铁协商, 就是都是一样的, 所以民进党过去其实也没有什么讨论, 也没有什么讨论, 然后包括像上次要修选拔法的时候, 民进党是直接内政委员会直接没收, 不让我们讨论, 那为什么我认为说那个律师举的例子不是反咨询, 因为他其实已经回答问题了, 他的回答, 他已经回答了林洋配就是中国的骄傲, 他后面那句问号只是一个加强语气而已, 所以他并没有反咨询问题, 那我觉得真的有反咨询问题, 应该是就是过去, 比如说苏贞昌在当院长的时候, 就是只要被问到什么点的时候, 他就开始转移话题, 恼羞成怒, 然后去问候人家妈妈, 说你妈没这样, 你娘过来没这样, 可是这里他的是讲法, 那个部长是说, 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 不然是什么人, 这个不算反咨询吗? 其实他已经回答问题了, 就是中国人, 他不然什么人, 他只是一个加强语气而已, 这不算反咨询吗? 我觉得他已经回答问题了, 你看我觉得其实, 所以就是不明确, 原知其实可以拿80万了嘛, 如果假设现场, 他们不就可以回答吗? 他们的确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是, 还是不是反咨询, 但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回答, 你可以就像你回答说, 我觉得这个不是反咨询, 因为怎样讲, 因为他已经回答了, 可是他们不回答, 他们没有回答这个点, 我们进广告回来要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更玄奇了, 就是翁晓琳不断的说, 他是中国人, 哪里不对, 但现在他变成是, 扯到日本皇民, 这个事情怎么会演变成为这个样,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晴看世界, 我们知道呢, 很精彩的在明天, 我们知道明天凌晨, 就要看到林玉婷的这个比赛, 但我们在讲林玉婷这个之前, 我们觉得这次的奥运当中, 全台湾都非常的瞩目, 但是因为这个奥运的事情, 就衍生了很多的话题, 就讲到了认知的问题, 讲到了两岸的问题, 讲到中国人的问题, 因为翁晓琳说, 林洋夺金, 是中国人的骄傲, 是中国人的骄傲之后, 他又不断的讲说, 我讲中国人有什么不对, 但是这个事情烧了以后呢, 结果这个李正浩, 他就发了文, 就说他去起底他的这个, 等于过去的这个经历, 他们家族其实很厉害, 他们家族呢, 其实在台湾有十几代了, 但是重点呢, 李正浩的说法说, 你一直说你是中国人, 其实你是黄明的后代, 那讲到黄明呢, 因为他讲的是他的阿公, 他的阿公呢, 就是翁中士, 翁中士呢, 他按照李正浩的说法, 就是说, 你看看, 他在那个时候是很厉害的, 他是日本在南洋商业帝国的重要经理人, 在那个时候就被认为说是所谓的总经理, 按照李正浩的说法就讲得很重啊, 说你阿公当时赚的所有的钱, 都是资助给日本军人, 让他们去侵略当时的中国, 包括了什么七七事变, 包括什么事变, 就直接这样讲, 那当然呢, 翁小林他就发文了, 翁小林就说, 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说呢, 他在这里面, 他说呢, 我不是日本人, 我们不是日本人, 然后他讲到说, 他的阿公那个时候,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他有响应, 包括那个时候蒋卫水先生, 林献堂生生, 有一个抗日组织, 叫台湾文化协会, 然后甚至把吴三连, 把连正东都扯进来, 他就说他是一个抗日的人, 那现在这个议题, 我的看法是这样, 不知道怎么看, 我就说, 其实在日本时代, 他的阿公, 遵循日本的统治, 或者变成皇民,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在那个时代, 但问题是在于翁小林, 翁小林他一直在讲说, 他的爸爸是黄埔毕业的, 是军人, 我们都住在这个凤山的眷村, 他从来没有讲他阿公, 那现在李正浩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gay了啦, 你也不是外审第二代第三代, 你讲你什么中国人, 你的阿公就是皇民,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打到, 他如果真的想要对中国人示好的话, 因为中国对于所谓的日本皇民, 这种反弹是很大的,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因素, 去打这个, 我觉得第一个, 翁小林委员, 没有必要去否定你阿公的过去, 对, 因为你阿公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是个很优秀的人, 如果你阿公没有那么优秀, 你的父亲, 还有你的家族不会生存下来, 他如果跟莫娜鲁道一样, 可能就消失了, 翁小林也不在, 所以你的阿公在那个年代, 那个政治环境, 在那个时空环节, 他是优秀的, 所以大家会讲说, 那你的阿公如果有抗日, 怎么还能存活下来, 莫娜鲁道就没有了, 所以说阿公做了什么事, 我觉得做后代的是无从选择, 那可至少他阿公把他的爸爸, 送去念了陆军官校, 当然我的大学长, 29期, 当然我的大学长, 这是事实, 可是不是念军校就是外省人, 我们同学很多是本省人, 住眷村, 不是说住眷村都是外省人, 我们很多同学是本省人, 也做到将军, 做得也很棒, 你说他爱中华民国爱台湾, 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 你跟什么人没有关系, 我还有同学, 我们军校的同学, 妈妈真的是日本人, 她也一样做得很好, 这个英雄不怕出生来自哪里, 你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是你对这块土地有没有认同, 有没有爱,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是堂堂正的中国人, OK,我觉得OK, 你说你是嫦娥奔月的月球人, 我觉得都OK, 我们是自由的社会, 但是你要展现出, 你对这块土地做了什么, 而不是一昧的要让对岸来肯定你, 因为现在国民党跟共产党, 这在中国两个是对立的, 是对立的, 唯一唯一他们合作的一次是什么, 抗日, 这是国共唯一合作的一次, 虽然国民党出的力量是绝对的, 共产党出一点点, 可是这唯一是他们可以谈的, 所以你看, 为什么他们只谈抗日, 国民党有一个更重要的节日, 比七七抗战更重要, 叫做一二三自由日, 一二三自由日, 我在念军校的时候, 那叫什么, 那叫反共纪念日, 古正纲, 反共纪念日, 那叫反共纪念日, 那个才是国民党的核心, 到现在为止, 全中华民国, 你说反共还剩多少, 绝大多数还是反共, 那为什么不纪念了呢, 对,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 我觉得奥运这么好的一个事情, 怎么会演变成为台湾人, 中国人这样的一个部分, 因为欧小林不需要这样坚持, 你们国民党会调非常多票, 欧小林, 我觉得是因为那一天, 是林洋佩赢拿冠军, 那林洋佩的对手, 刚好就是中国队嘛, 那他干嘛, 一定要两边讲, 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台湾人很难接受, 而且主要是在比赛的现场, 中国方面都一直没收, 我们的加油的东西, 大家就不高兴嘛, 你就欺负台湾人嘛, 那所以, 那当然, 好不容易我们打赢了中国队, 然后你又说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大家就说, 那好像白打了, 就好好的东西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争议,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跟另外什么, 是不是堂堂正的中国人, 又是另外一个概念, 我觉得堂堂正的中国人, 讲的应该是, 他讲的应该是, 炎黄子孙的意思啊, 可是他真的在发这个, 有关于这个日本皇民, 这个部后, 最后讲, 他就讲说, 我就是他重申, 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就是炎黄, 他其实讲的应该是, 炎黄子孙的意思, 你不用帮他抄议, 他没有讲, 他没有讲炎黄子孙, 反正说是就华人的意思, 我觉得他讲话会引起大家, 不舒服, 就是因为刚好, 你杨队队的对手是中国, 你怎么看, 那但是事情又烧到黄明, 就整个事情, 他可能很不愿意跟黄明, 沾上关系, 沾上关系, 他以后去中国就麻烦, 对, 中国人连穿和服都会被出征, 对啊, 但的确他是黄明的孙女, 国族认同, 就是两岸一家亲等等, 所以他最怕你在台湾开始论述说, 他说追本溯源是中国人, 结果没有, 你一追追到日本, 你再往前追, 你其实可以追到非洲, 你再追到南岛与西, 其实对中国来讲, 这种论述是可怕的, 真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翁小林来讲, 照理说应该没什么事, 这应该是中国很讨厌的论述, 他很讨厌你追的时候, 就有追到别的地方去, 那其实中国向来都是用华人这个概念, 把你包在一起, 所以但是你看美国人, 很多人早期从英国来, 但没有美国人叫自己叫英人, 那很多人会把宪法搬出来说, 因为你的宪法两边, 什么中国的这个定义, 那大家想一下, 我们叫, 我们现在官方还是Republic of China, 刚果也叫做Republic of Congo, 那你可不可以说, 现在刚果就开始宣称说, 你们早期起源于非洲, 我们是两边一家, 两国一家亲, 是不是以后我们干脆合并在一起, 其实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论述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种论述是中国感到危险, 所以如果中国出来反驳, 我觉得还合理, 但翁晓琳自己出来继续反驳, 然后去延续这个战场, 我觉得就没什么道理,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 大家关心的就是林玉婷明天的这个比赛, 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扯到最后, 你看土耳其的选手, 他比完的时候比一个X, 表示说, 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女的, 我是女的, 然后明天要跟他比赛的这个选手, 他也是发了这个文, 就是说我将是明天再来比赛当中的, 全球赛金牌的唯一的女性, 最后一个女性, 就让他觉得不舒服, 当然甚至还扯到了就是, 俄罗斯的驻联合国的副代表, 也讲到说你们就放任两个男人, 在那边打女生, 所以这一切一切, 到底是在欺负我们台湾人吗, 为什么我们台湾会面对这个状况, 因为体育其实其实政治, 那就像在中国会在国际, 会打压我们一样, 俄罗斯也会在国际打压别的国家, 那他干嘛打压台湾, 打压台湾给中国favor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 因为其实IBA一直以来, 也举办过很多拳击比赛, 他也,因为你打过超多相关的拳击比赛, 而且是2022你说有检测, 就你2023才说你要拿掉他的资格, 他一定是一个政治操作, 那我先不论俄罗斯的动机为何,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中国一直在看这场戏, 他一定会觉得说, 你现在面对国际的舆论, 台湾怎么应付, 因为大家应该可以很深切的感受到, 明明他是女性, 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现在非黑即白的事情, 结果现在国际的舆论, 竟然可以那么多against台湾,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是战争爆发的时候, 我们现在对外的管道还是畅通, 连畅通的时候, 我们都要反击这个, 都会有点无力的时候, 那假设今天战争发生, 结果一个假消息, 中国开始散播, 俄罗斯开始散播, 俄罗斯其实一起来, 都有散播对台湾不利的假消息, 我们之前有跟乌克兰相关的组织合作, 我们是在分析在基辅那一边, 俄罗斯怎么散播, 对台湾不利的假消息, 俄罗斯那里是不是有人买钱, 有金主买他们的网军座, 要不然俄罗斯自己干嘛这样子做, 因为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俄罗斯伊朗中国, 他们现在在国际上面很时常合作, 俄罗斯跟中国的很多媒体是有签协定的, 所以当时其实, 譬如说在香港事件的时候, 很多假消息, 是俄罗斯先提供俄文的稿, 中国再翻译出来, 但其实是在讲香港跟乌克兰相关的事件, 所以他们的网军彼此会合作,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如果我们连这件事情都没有应付好的话, 那战争的时候我会想会更可怕, 这个让我觉得很creepy, 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在台湾, 就是林玉婷生下来的时候, 医生就说她是女的嘛,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她要打拳啊, 我们不可能在那时候就给她做文章嘛, 我现在只问一个问题, 如果林玉婷是中国的选手, 这个问题就没了, 这个问题就没了, 为什么他们不敢, 试着挑软的吃, 谁看IBA那个记者会就知道了, IBA记者会, 如果林玉婷的国籍代表, 是代表中国出来, 林玉婷立刻就变女生了, 纯正的女生, 这就表示不是生理问题, 也不是科学问题, 是政治问题, 所以我才说要破除这种政治问题, 只有一个办法, 叫实力, 我就拿冠军给你看, 这一些选手出来打这样子, 为什么, 你打输了嘛, 你打输了嘛, 但是我们这样对林玉婷也不公平啊, 因为你要去捍卫她, 而不是说你要赶快打个冠军, 叫他们闭嘴, 那我打冠军不是那么容易啊, 那不应该只是打冠军, 我们政府应该要更强硬的, 要提告, 你是不是同意要提告, 第一个我们在法律上面, 除了, 对, 我觉得因为JK罗林, 它是其中一个节点, 它背后还是IBA, 那其实第一个IBA在哪里有制产, 我觉得要先盘点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你相关的民运的受损, 那你要不要先做一些什么假扣押, 要去国际去打这一个诉讼, IBA的克列姆列夫, 就是俄罗斯的寡头啊, 所以可能当中有一些关联, 杨姻姐你刚刚讲, 我们政府应该强一点, 我觉得要嘛, 连那个赖总统跟卓院长都说要告, 结果我们体育署讲说, 那等打完再告, 为什么, 我也不懂, 我真的也不懂, 为什么要搞, 因为我觉得可以先开国际记者, 而且你知道现在有个耳语, 有个耳语哦, 竟然说,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对我们, 就是当时林玉婷被拔掉铜牌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抗议, 我说不对啊, 我们有抗议啊, 他是逼他签啊, 你不管签跟不签, 他都把你拔掉, 那就是很粗暴嘛, 那所以你看, 我看到的是, 我们台湾的网路, 就有人开始在放这种消息啊, 这很明显, 一切都是一个政治的操作, 但在这个政治操作中, 如何要让就是地方的民众, 不要随波其物, 因为真的有些人, 就会不自觉的落入那种性别的刻板印象, 就说, 看起来真的很像是男的, 包括其实公事的评论员, 好像也是有食言吧, 在举重的比赛时候, 那是讲另外一个国家, 那是讲另一个国家, 但这都已经凸显出一件事情, 就等于说, 很多假资讯这种资讯战的时候, 他其实环环相扣, 他会扣上一些是是而非的东西, 让你觉得好像有点道理, 因为你觉得他长得像男的, 然后就开始牵过去说, 他讲的话可能有点道理, 但其实根本的问题是, 我们这里在性别平权要做好, 让大家知道女生可以有各种模样, 所以不管怎样, 玉婷就一定是要加油, 然后表现出最好的样子,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到现场, 所以我们明天凌晨就要来看玉婷的金牌赛, 要跟他加油, 好,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亚晴看世界,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